基本上來講賴清德是被矮化的 他的分量遠遠不如以前那幾位 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往往到了美國去之後 最主要見面的是美國的智庫 Think Tank 智庫 到智庫去以後是做什麼 是被拷問 被拷問 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你對美國的政策是什麼 你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是什麼 你去這三個國家更丟人 三個國家加起來多少人口 七萬兩千人 三個小國 最小的一國家一萬一千人 我們一個新莊市土城市 這些都超過二十萬的 中國那麼說三四十萬的 板橋五十萬人啊 有沒有可能在當地 跟美國本土的誰視訊會議 這可能會是外交部門第一個努力的重點 那至於進入印太司令部 我個人覺得可能性比較低 他是出訪好像時間已經比較晚了 前幾像過去蔡總統還有 陳水扁 陳水扁 時代好像都三個月 我記得好像三個月 他現在已經到六個月了 對 六個月 雖然是比較晚一點的 但正在其情況的這個 整個台美中三變的關係 也會非常的敏感 尤其是美國的這個大選 所以我想這次去我把他當作一個例行公事吧 那重點不在於訪問的邦交國 重點是在過境美國 大家都會比較在於他接受什麼樣的待遇啦 什麼樣的規格啦 見了一些什麼人停留哪些地方啦 我想這是主要是因為一般人都不會注意這些東西啦 但是因為總統又是這麼樣的敏感的時刻 我想當然啦 像你剛剛說你剛剛已經講了嘛 他這次可能跟過去的李總統情況一樣嘛 嗯 不過李總統那次我記得好像在白熱起 那個時候好像是他在飛機上面見面 還穿了睡衣 他當然不太高興 是 內置究竟是為什麼 他很不爽啊 他覺得對他不夠理喻嘛 這次我判斷情況也是也好不到哪裡去了 你想想到了美國本土不是那麼簡單 更不要提會不會到華盛頓華國地區 那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想低調是應該的吧 低調應該 那大陸方面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想會有大小不同的反應 每一次我們政府 你不要說是總統啦 你即使是美國像裴洛西那是來的對不對 來臺灣 那我們這到美國去 只要涉及到 這個大陸所謂的這個中國的內政 干涉中國內政 他總是會有一些動作啦 那現在路透社好像外媒報導 是不是會有這個栗艦2024什麼11啊 這我是不太曉得 不過現在臺灣老百姓好像都已經習慣了 你來就來吧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最多就是中共打壓吧 把人家打壓嘛 那當然啦 軍中 我們國軍會比較總是需要監控一下 比較辛苦一下 所以我沒有給他太大的意義 一個例行性的一個行程 而且何況現在是美國現在拜登那個那個 川普才剛選完嘛 現在目前整個的在我看起來 整個的政策都不是那麼明朗啊 有人說川普在競選期間講了一些話 當然對臺灣也不太 聽起來都不太舒服啦 偷了晶片啊 又是要付保護費啊 而且還要給限額要GDP的10% 大家聽了都不太舒服 可是他整個人事的布局 包括他的國務卿也好 國際安全顧問也好 Michael Woods這些人 基本上對臺灣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的 那當然最後還是要看川普上臺以後 還要再觀察 他準備要來處理他沒關係 所以我是平常心看待 剛剛這個趙老師有提到 就說最早的時候 臺灣的這個領導人過境到美國 就是從李登輝那個時候1994年 那因為他要去訪中南美洲 但是因為美方只同意他過境加油 所以他也沒有踏進這個美國的土地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引起了很多 就是李登輝那個時候心情上的不愉快 那後來他隔年到了這個母校康萊爾大學演講 不過也因此就種下了96年的這個台海危機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大家就非常關注於 臺灣的領導人去過境美國的這件事情 那周老師怎麼看這次的賴清德 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為什麼到這麼晚 是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但過去不是嗎 所以基本上來講賴清德是被矮化的 他的分量遠遠不如以前那幾位 第二就是說你雖然是過境 但過境你還是要看在哪裡飛機降落 你都是在本土以外的 對 關島下位移 這代表你的地位更低了 你連個紐約你都沒有辦法 洛杉磯你都沒有辦法 過去臺灣還有其他的人到美國去 尤其是總統候選人 去的時候 希望能夠到最好能夠到DC Washington DC去 然後還有更重要的是見什麼人 我這邊必須要講一個比較殘酷的事實 臺灣的總統候選人往往到了美國去之後 最主要見面的是美國的智庫 Think Tank 智庫 智庫 到智庫去以後是做什麼 是被拷問 被拷問 是被拷問 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你對美國的政策是什麼 你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是什麼 這樣你會走什麼樣的路 來維護跟美國的友好關係 是你去當考生被考試 然後這個考試的結果就會作為將來美國人 對你信賴度到什麼程度 被打成金 你會不會將來為我所用 你忠誠度到哪裡 所以我們這些每一次要選總統的候選人 每一次要跑到美國去朝聖 我覺得是錯的 對 我覺得是錯的 還有第二個我要再講 這個賴建德本來就應該做一件事 Trump上台之後對臺灣講了那麼多負面的話 你有哪一件事情敢出來講說 Trump 你錯了 Trump you're wrong 我們都沒有聽到這個總統府任務的回應 那你算什麼政治人物 你要曉得跟美國人打交道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你要你自己理直氣壯 你不要在那邊氣弱氣虛的 這個氣弱猶屍 美國人會更看不起你啊 美國人是看得起強者的 他是擠壓才扁你弱者的 所以你說臺灣的這些民進黨這些人 英文都講不好 站在那邊氣勢就矮了半截 自己又覺得自己理快 還要靠別人 自己所有一切政治的生命要靠美國 那你不就哈巴狗小狗了嗎 我講這是實話 第三個我要講 你去這三個國家更丟人 三個國家加起來多少人口 七萬兩千人 三個小國 最小的一個國家一萬一千人 一萬人左右 都比不上我們一個鄉鎮 一萬人 不要講鄉鎮 一個里 在新北市最大的里 都超過一萬人啊 沒有你先下去了 一個市 我們一個新莊市 土城市 這些都超過二十萬的 中國那麼說三四十萬的 板橋五十萬人啊 你到那個地方總共加起來 七萬兩千人 那你去幹嘛 人家去那裡人家歡迎你 然後他閱兵 站在那裡 那個樣子 你覺得你是在做什麼 這個當然也是台灣的一個現實 但起碼你以前在李登輝 你在馬英九的時代 你不會淪落成這樣吧 所以就是從陳水扁開始淪落成這個樣子 越淪落越慘 我第二個我要講的 賴清德 其實我看到他我覺得 覺得他是沒有辦法 他自己心裡一定也很氣嘛 我怎麼會窩囊到這種地步 對不對 所以搞到這種狀況 我還是要奉勸一句了 兩岸關係搞得好 你才會有尊嚴 不要這樣子被美國人踩在腳下 然後要拼命去討好美國人 買美國人的武器 你甚至還要去買地雷 買地雷這個事情 我是最不高興的 因為違反國際公約 那你美國人安什麼好心 最近德國那個AFD那個黨的黨魁 最近他們在大勝 他講了一句話 兩岸問題 兩岸的中國人自己 可以有能力可以解決 美國千萬不要做錯事情 去干預 好剛剛說這個出訪三個友邦 雖然人數都非常的少 這個很小的國家 但是呢 重點就是要再過境嘛 重點是放在要過境美國 所以呢 大家就開始想了 這一次呢 賴清德他的時間已經晚了 怎麼樣可以扳回一個面子呢 因為之前呢 這個蔡英文的前總統 到了夏威夷訪問的時候 他是會晤了 周國民兵司令 還有民房廳長 那這一回大家說 好那賴清德如果到了夏威夷 是不是有可能見到 比如說印太司令啊 或是什麼人 或是去參訪 這是扳回一城呢 沒有錯啦 其實我們這個安排到 這次賴清德我剛剛答案 主要是以夏威夷為主要的目的 那但是我們也 也確實注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這次賴總統 在夏威夷停留的時間 確實比之前 蔡英文總統的時候久一點 他過兩個晚上 對 那在2017年 蔡英文總統過境夏威夷的時候 雖然也是兩個晚上 但是因為他前一天是五夜 將近五夜才到達 所以他實際上只有一個半天 加上一個上午 那依照賴清德總統 是今天下午台北時間 今天下午四點多才出發 所以他到達夏威夷的時候 是當天的一大早 換句話說 他這次是有兩個完整的白天 可以在夏威夷活動 所以我會是在想是說 他這次選擇去南太 而不去中南美 會不會是跟美方 經過多番的交涉之後 所達到的一個 就是說 好 他不進入美國本土 但是呢 希望可以在夏威夷 獲得比較高一點的待遇 我覺得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他排了兩個整天 他等於是留了兩個整天 那留了兩個整天 因為大家 像上次蔡英文總統的話 他當然就是 蔡英文總統前兩次 他一定喬宴也一定有 然後可能AIT的主席 會到夏威夷去接 然後會跟這個 他們一個東西文化中心 也許就加上 美國一些智庫的學者 在那邊開個大會 那蔡英文總統在2019年的時候 他其實在夏威夷 他就比較有一些公開的行程 比如說去看NASA 還有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跟這個夏威夷州的疾難管理署 跟國民兵司令兼民房梯事長 羅根少將 他是現役少將 而且在這次的會面面 美方是允許這位少將 穿著軍服 而且跟蔡總統合一 所以我是覺得啦 就是既然賴總統已經選擇不到 美國本土了 所以我覺得在夏威夷 民主黨政府 拜登政府對他接待 應該也不會低於 蔡英文總統之前 那現在我們當然就看說 那你這兩天 到底會不會多出什麼樣一個行程 那我覺得第一個 是看他有沒有可能在當地 跟美國本土的誰視訊會議 這可能會是外交部門 第一個努力的重點 那至於進入印太司令部 我個人覺得可能性比較低 因為那個是個非常刺激的場所 而且你進印太司令部 你的禮節怎麼安排 他不可能以用國家元首身分去安排 所以難道我們總統要走側門 然後呢沒有什麼接待儀式吧 所以這樣子也未必好 所以我覺得進印太司令部 去拜訪印太司令部可能性不大 但是在以往就是 蔡英文總統去的時候 他基本上都有參訪珍珠港 都有參訪珍珠港 有去看那個亞利桑那紀念館 我覺得這邊 第二個觀察的重點就是說 之前蔡英文總統去 看那個亞利桑那紀念館館 印太司令部印太司令的官庭 印太司令的官庭 他的司令跟副司令 其實就有一艘官庭 那如果有重要的貴賓來的話 他們有時候會安排 搭這個印太司令部的官庭 由美軍的人員操作來引導 那這邊就會看是說 在如果賴總統這次去 如果是搭印太司令部的官庭 那上面陪同的美軍軍官 會不會是一個將領 就是他用一個引導的方式 引導他看珍珠港那部 去看那個亞利桑那紀念碑 因為之前蔡英文總統去的時候 其實從公佈的畫面中 他顯示他還是由這個 比較民間的那個 民間的人士來做引導 那那個羅森布 上次是羅森布 那個來的時候沒有見到蔡嘛 離開的時候有見到 那這次帶來協會主席應該 一路也會賠了 理論上從華為人 理論上應該他們都 都會到夏威夷去接他 那看華府那邊有哪些 華府那邊 美國中央層級的 對不對 官員 有沒有人來陪 聯邦眾議員 應該會 按照慣例 主要都是AIT的理事主席會來接 對啦 那我覺得這一次就是 他跟夏威夷 有沒有可能 會不會安排視訊會議 跟美國本土的誰視訊 那另外就是進入印太司令 我覺得可能性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說 在這個參觀亞利桑那號 紀念館的時候 搭的那個船 如果是印太司令部的官艇 司令或副司令的官艇 上面可能會有美軍的軍官陪同 或是會派一個將官來陪同 或者也是就是根據上次 蔡英文總統的先例一樣 去拜訪那個國民兵司令 那當然也不排除一種可能性 就是因為我們的軍方之前 有派人到夏威夷的 25部兵師受訓 那現在不確定 目前還有沒有一些人 在那邊受訓 他可能也以去衛免 我們受訓人員的名義 進入美軍的一些基地 所以我覺得這會是 後續觀察點 那至於在關島的過境 我覺得因為關島 它是隸屬於太平洋司令部 所以在關島本身它不太可能 我是覺得關島的美軍 不會有太多的 不會有太多的授權 不會有太多的授權 去跟賴宗友一起碰面 所以我覺得在關島的行程 應該相對比較單純 我覺得主要的觀察點 還是在夏威夷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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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